好 今天1900台湾大头条 我们带您关心的是 这个蔡英文她的竞选旗帜 怎么会被烧了呢 这次陈前总统的国务集要费案件 星期五 背叛无罪 因此大家合理怀疑 因为这是高雄民进党市议员 她说林武中 她说她在这个服务处的门口 就有一只蔡英文的竞选旗帜 被人家烧了 而且成了烧个金光 昨天晚上被人点火 那么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 监视器的画面调出来一看 结果在半夜三点多的时候 有一个男子就在附近徘徊 然后就是她点的火 警方监视小组 现在也前来财政侦办 要把这个烧火的人 揪出来 就是烧完的那个灰烬在这边 绿营市议员服务处的门口 一整排蔡英文的竞选旗帜 就这一只被点火烧个金光 整面布棋化成了黑色灰烬 连竹竿也烧成了竹炭 调阅监视器画面才发现 放火的就是她 半夜三点多 在附近走来走去 鬼鬼祟祟 勘查地形离开之后 又再度回到现场点火 暗夜发出了闪闪火光 男子随机逃逸 可能昨天阿扁判无罪是不是说 他们有其他政党的知识的 对这个判决他们不能接受或怎么样 就来烧这个旗帜宣布 或是针对我们议员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推测这个 他的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 不急打我第一点就 就整个都找我 就在陈前总统案件宣判之后 蔡英文旗帜被烧 时间点很敏感 有没有政治意图不得而知 但看看门口这一整排机车 要是火势蔓延 后果不堪设想 见识小组把灰烬和旗杆 带回检验 要进一步侦办 三地训练田居达高雄报道